嘿 大家好 我是AMLINE 回家有A夢或E夢 那今天呢 是台版11月的R17-5 RANK推薦表 那今天的這一集呢 會分成三個part 第一個part呢 是我會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個表格 這個月有哪些改版的地方 然後使用上那些注意的事項 那第二個part呢 我會針對這個月一些我認為比較需要關注的角色 稍微提一下這幾個角色的練度 以及我的這個推薦表的一些調配的部分 那第三個part呢 算是比較閒聊的感覺啊 如果說你沒有想要聽我聊聊天的話呢 聽前面兩個part就可以了 那第三個part呢 就是我會聊一下最近頻道的狀況 還有製作這些表格的事情這樣子 好 那我們首先先開始第一個part 這一個月呢 針對這個注意事項的部分呢 有稍微調整過一些排版 然後還有內文的部分 那關於注意事項這個地方 我還是很推薦大家都可以 稍微瞄過去 稍微看過去 然後知道說裡面寫的東西都是你已經知道的好不好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有些人在留言詢問的問題 在這個注意事項就已經有了 例如RANK的標示是怎麼標示的 那這個月呢 多了這個新專的標示說明是怎麼標示的 以及這一些注意事項 那這個地方我特別標了紅字 就是這一份表格 製作的時間呢 日版最新角是魔法少女莫妮卡 台版最新角是泳裝流夏 因為這個RANK推薦表比較有時效性一點 如果說到了下個月 下個月開了新的RANK之後呢 都是比較推薦 直接去看新的RANK推薦表的 好 那這個是這個注意事項的部分 OK 那再來呢 這個月還有改版的地方是在於這個 評分系統 這個天上天下評分系統呢 因為這個月有點來不及了 我本來想要做一些改版 但來不及改了 所以就先拿掉了 以及下面的那個分頁 之前有一個那個 鏈度注意的那個分頁嘛 那個分頁這個月也是拿掉 在這個說明的這個地方有寫 就是大概下個月或下下個月才會時裝回來這樣子 因為我本來預期這個月大概再晚個三四天啦 所以 對 就來不及弄出來 就留到下個月的時候再來更新 那再來呢 這個一不了然的這個地方 也有做一點簡單的改版喔 那藍字的部分呢 就是GameWave的資料 因為之前有發生過公主可蘿的那一個事件嘛 就是我沒有很仔細的去看公主可蘿的練度 然後所以我的Rank推薦表直接放了GameWave的推薦 而GameWave是推薦14的 他沒有提到10的部分 所以我就直接寫了14 但是這樣子寫14 有人沒有看出來他不是台版的推薦 他是GameWave的推薦 所以就也跟著生了14 有發生過這樣子的問題嘛 所以呢 這個月開始 在這個一目了然的地方呢 會標示藍色的字 在這個推薦表這個地方也會標示藍色的字喔 只要看到藍色的字就代表說我沒有仔細的去看過他數值的變化 我會直接把GameWave的資料放上來的 因為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呢 這份表格用不到這個角色台版出的時候 這個角色出的時候台版早就已經是其他練度了這樣子 所以呢 我就標示日版的練度直接拿過來放 就是藍色的字 那再來黑色的字就是黑色的嘛 那紅色的字呢就是說 建議看一下短頻 這個跟之前是一樣的 只是一目了然這個地方的改版是說 現在紅色的字有這個超連結了 像例如這個可蘿有這個紅色的字嘛 那你有標移上去就會出現這個 點下去 然後他就會自動幫你傳送到這個 比較表示可蘿的這個地方喔 那這個功能呢其實原本是希望在大補帖的地方 先跟大家看到的 先讓大家看到啦 但是Rank推薦表先出來了 所以就放在Rank推薦表裡面 那這個是這個月的新功能的部分 好 那再來呢就是第二個Part來講一下 這一個月一些角色 有幾個角色我覺得需要特別提一下的 那首先呢是這個可蘿的部分 兩隻可蘿就是這個新年可蘿 然後還有這一個原版的可蘿 他們這兩隻有一樣的問題 就是說在聯盟戰的改版之後呢 Boss的命中率是調到50的嘛 所有的命中都是調到50 1到4階段都是 5隻Boss都是 所以在命中50的情況下 你只要迴避低於50 就是100%命中 不會有miss的問題 但這兩隻可蘿 如果你升上17隻物 你穿上第五件裝備的話 因為第五件裝備有加迴避 導致說這兩隻可蘿迴避會來到51點 也就是等效迴避會有1點 那1點的迴避的情況下就變成 聯盟戰的Boss打 這兩隻可蘿會有0.99%的機率 去miss這樣子 所以這一點呢 我覺得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就我自己覺得沒有什麼差別啦 因為像這個 那個 新年可蘿好了 新年可蘿 其實現在在聯盟戰的出場率 也沒有很高嘛 主要還是在PVP使用 或者推塔的時候使用 那也許硬一點會比較好用一點啊 我是這樣子想的啦 所以就覺得說 可以升上去沒有關係 但是呢 我覺得這一點 對於所有要升上去的人 你要知道這件事情啊 就是 呃 你升上去有可能 會有這個0.99%的機率 被打miss啊 你如果真的會擔心的話 你會擔憂這一點 也是聯盟戰專屬的玩家的話呢 那卡在166或者是174 也是可以的選項啦 好不好 那這兩隻可蘿 都是這個樣子的 那再來呢 還有這個 優花里的部分 那優花里的部分呢 要跟這個 咲戀一起講 跟這個泳裝咲戀一起講 那泳裝咲戀的點在於說呢 我沒有想到上個月沒有開 這個 沒有開這個等級啦 上個月沒有開等級嘛 所以說 台版的10月 我是沒有更新RANK推薦表的 那上個月 10月是看9月的RANK推薦表 那9月的RANK推薦表 因為我想說 泳裝咲戀應該還久 應該還早吧 就是我那個時候在做 那一張推薦表的時候 想說泳裝咲戀應該還早嘛 所以咲戀的這個專武的部分 我沒有非常仔細的去研究 但是我後來下去研究之後 發現說 他跟酒鬼會有那個問題嘛 那我在那個 咲戀的專武的那一集 有比較詳細的介紹 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總之簡單來講就是 咲戀的物攻 如果比酒鬼高的話 你在打PVP的時候呢 初音會點泳裝咲戀 那部分的配陣下有可能導致 初音斷到泳裝咲戀的這個補TP 那這個是打PVP的一個問題 手動走 生滿不能按 的情況 日本有發生過這樣子的事情 但是就是 那一刀 那因為那一刀的關係啊 有那一刀出現 代表說台版可能還會有其他刀嘛 所以我覺得比較保險來說 就13 14 而且 13 14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自己在打PVP的時候 也是用13的酒鬼 沒有遇到什麼太軟啊之類的問題 所以是還好的 但是如果說你是專職PVP的玩家 然後你泳裝咲戀 沒有卡到專武的等級 就注意看一下 開一下你自己的遊戲 看一下這兩隻角色的 攻擊力的部分 如果說 總之你要讓酒鬼的攻擊力高一點 然後這樣子是會 比較好的 比較符合大部分人的情況 OK 那再來是這個 莫妮卡的部分 莫妮卡為什麼這個月改紅字的點 是說 11月的台版聯盟戰 三王有可能會用到莫妮卡嗎 這個在月初的聯盟戰鏈角 推薦 有提到 但是 15的莫妮卡是有可能會倒的 因為那一隻三王的BOSS就是 他會把莫妮卡從頭冰到尾 基本上莫妮卡幾乎不能懂 他就一直都是冰的 那15就有可能會倒 畢竟你看15跟這個 升滿的時期差了 1000多血嘛 然後防禦呢也差滿多的 所以是有可能會倒的 但是這個點呢 就是等到聯盟戰開始之後 我用15的上場看一下 欸發現15的會倒 再升上去 那這一個部分呢 如果是專職聯盟戰的玩家的話 要在關注聯盟戰的時候的 那一個聯盟戰更新 那如果說你到時候也沒有出那一個莫妮卡的新黑刀的話呢 那莫妮卡不升也是可以 因為莫妮卡大部分的情況下是比較倉管一點的 好 那再來呢就是我們來看到下一個紅字 這個公主可蘿的問題這個上個月已經有提過了嘛 有拍這個閒聊的 那咲戀呢 那咲戀呢 咲戀基本上14以內都沒有太大的問題啦 就是14 0 1 2 3 4 5 6 還在14以內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基本上是這樣子 那我自己是穿到144啦 目前用起來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這個法師的部分 對這個月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我自己個人有一個很大的算是表格的基準的改版吧 是法師的部分 那法師的話呢 因為四字花當初剛出的時候 大概對台版來說將近一年前的事情了 四字花剛出的時候 出的那一個rank R14的那個rank 就是有針對四字花去做球的 也就是有很多的法師在升上R14的時候 TP上升都會加很多 然後同時四字花又出了 所以就變成說會有一種 欸我四字花真的很強的那種感覺 但是其實有一部分的強度 是來自於R14給很多TP上升 導致所有的法師角色的UB速度都增加了 以至於說 會有這種四字花又更強了的那種感覺 就是那個做球 那之後呢 當然就沒有這麼的福利嘛 升上15 16之後 當然沒有繼續給那個TP上升 所以離開14之後TP上升就會下降 那 其實TP上升下降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看前衛的那些物理角 一堆物理角 可能R9啊 R11啊 R14啊的時候 TP上升更高的時候 當然現在物理角也沒在卡 因為你升上來之後 攻擊力會更高嘛 然後大部分的情況下 我的TP不會有差別嘛 大部分的情況下 如果說 插個2啊 插個3啊 4啊 其實會真的有差的情況 不會非常的多啦 那就算真的插到一棟 我最後開到的次數一樣就好嘛 就是 我最後 我假設我真的晚移動開UB 可是我最後總共還是開4次 其實整體的傷害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不如升上去拿那個攻擊力增加 所以物理的角色就幾乎上去了 但是法師就卡在一個很尷尬的點 就是凱流 對就是凱流 凱流 這個新年凱流存在的情況下 我補TP的角色 我的酒鬼啊 之類的 有可能會補歪 因為他是看TP的量嘛 就有可能因為這個TP上升而補歪 所以 以至於說很多法師都卡在14 那這一個月呢 我的法師就是 在這份表格中分成三種 好 第一種呢 就是不升 就是卡14 那 卡14的點在於說 像這個鞍這一種 就是卡在14 因為鞍本身的輸出量 不算特別高 那按這個角色的核心重點 即使把他放在偷懶的法隊 他的核心重點 還是在英靈加護 跟這個UB之後的buff的部分 所以當然是UB越快越好的角色 所以這種呢 我就覺得說 欸 卡在14 那配上新黑的時候呢 也比較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再來呢 還有第二種 就是像這個 絲絲花 然後還有 後面還有一隻 這個 這個 萬生鏡華 絲絲花 萬生鏡華這一種 就是 你把他升上去 你升上17的時候 在偷懶的法隊 效益上是會更好的 像這個絲絲花 他的攻擊力會更高嘛 像這個萬生鏡華 因為萬生鏡華的小招的BUFF 是吃他的攻擊力 他的攻擊力越高 BUFF的量就越多 所以你升上去之後 他的BUFF量就會提升 但是如果配新黑刀的話 通常14會好一點 就是處於這樣子的情況啦 那這樣子的角色呢 就是14偶爾17的這幾隻 我個人的建議是 如果你會按新黑刀的話 14還是保險一點的 如果你鐵了心 不打新黑刀的話 那是可以升上17沒有問題 那這個是 這個 第二種 那第三種呢 是就是直接升上去 沒有太大的問題 像泳裝凱流 泳裝凱流的話 基本上他只有偷懶的法隊會用到嘛 那你新黑刀要用到泳裝凱流 基本上就是蕾蕾嘛 那蕾蕾以外 好像也很少用到 大部分的情況下 你看到泳裝凱流 都是出現在這個 偷懶的法隊 那如果在偷懶的法隊的話 我這一點TP上升 就像物理角一樣嘛 我不如換上去攻擊力 你看 這個泳裝凱流的攻擊力 加2000多點 這個算是差非常多 傷害差非常的多 所以呢 像泳裝凱流這種 我就覺得 可以直接升上去 這樣 那這個月呢 關於這幾隻法師做的 改版是這邊 好 那其他的紅字呢 差不多都是 之前延續下來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那以上呢 就是 呃 這個月 我覺得比較需要 注意的角色 那這邊稍微花了一點 篇幅講的原因 是因為說 呃 我是放的那個 不見了嘛 就是 那個 練度注意的那個頁面 在進場維修 所以呢 呃 今天就算是口頭的跟大家講了一下 這些練度注意的部分 好 那再來就是第三個part 第三個part呢 就是來稍微聊一下 最近更新的狀況 那有在follow我的頻道的 應該會知道說 我大補貼已經做兩個月了 對 兩 升了兩個月還沒升出來 有點難產 那 其實難產的原因很多啦 我也可以講很多的藉口 那最近 我本來想說10號之後 我就要出大補貼 那結果呢 呃 實際上的進度 我本來看實際上的進度 大概12號13號左右 可以做完 可以做完 那正當我這麼想的時候 對我這麼想的時候 就是立了一個超大的flag 我一直這麼想 路納塔出了 然後 這個專武出了 然後圖 更新了 然後rank推薦表更新了 所以我就 對 東西 時間就花在這個地方 要做這個地方 那之後還有這個 呃 禮拜五還有周報要做嘛 禮拜六的周報要更新 然後還有這個 呃 競技場 就是競技場要重新爬嘛 我可能會拍一下競技場 重新爬的影片之類的 那等到這些做完之後呢 我才會再去做那個 大補貼 所以大補貼應該是 壓到 嗯 我希望是20號前後 我希望20號之前可以做完好不好 我現在的期望已經越來越低 我希望20號前後可以 可以做完 然後 我11月一定要把它做出來 無論如何 我11月是一定要把它做出來 不然真的拖太久了 因為拖太久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我在表格裡面寫的東西 然後過了兩個月之後 寫的那些東西又不一樣了 然後我又花時間去改 所以我就變成 額外再多花很多時間 在同一份表格上面 然後永遠生不出來 然後又會卡到一些更新的活動又開了 什麼又開了什麼又開了 去做那個東西 然後又沒有時間做 所以 對啦我 我11月一定要把它做出來好不好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大補貼的部分 然後這個RANK推薦表也是啦 就是我本來預期是說 可能15號16號左右開 我本來預期是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一二會開 因為公主連結的話 6日不太會更新東西 台版的話6日不太會更新 因為 他們之前有搞過6日更新啊 6日更新如果有BUG的話 工程師又要加班什麼的 可能是這樣子啊 我猜啦 所以 呃 台版目前來說都只有平日 所以1到5會有更新東西 所以我本來預期應該是 禮拜一或禮拜二 的時候 那我剛剛好可以趁這個空檔 把大補貼做一下 然後把這個RANK推薦表的那兩個分頁 就是天上天下評分系統 跟這個練度注意這兩個分頁 重新排版過重新整理過 這樣子 但 對 他就禮拜五出 那我就要禮拜五把它看出來 所以 這份表格現在也是處於一個 稍微有點趕工的狀態啦 所以說 如果你有看到一些什麼 啊 錯字啊 或是一些寫錯的地方的話 也在留言的地方跟我講一下好不好 我會馬上修正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這份表格都可以幫助到 大家練角色好不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